好 不論是數百萬還是數千萬 超跑幾乎已經成為 吸引眾人目光的代名詞 除了超炫的外表下 對於這種時速可以輕鬆 達到兩三百的馬路怪獸 就有人說 其實他們在急速之外的表現 才真的叫做打平術的名義 這是我幫大牛做的排氣管 哇 這很貴嗎 真的是他做的嗎 其實這裡就是全球 專位超跑客製化排氣管的工廠 雖然看起來不大 不過因為這種動輒六位數 起跳的產品 幾乎都是要靠手工焊接組裝 師傅的技術才是重要的關鍵 既然都是要為超跑客製化 不只藍寶堅尼的大牛 像這款才剛在台灣上市的 Maclaren 650S 當然也在改裝之列 這台超開部位跟你也有關係吧 有啊 這部是全世界 第一部改650排氣管的車 這麼厲害 既然都已經是超級跑車了 為什麼還要改裝排氣管 真的只是為了速度 還是有其他原因 像國外專業媒體就曾分析 池城都會去的道路上 超跑最多到三檔就綽綽有餘 多數的時候玩家陶醉的就是聲浪 夠不夠吸引人 但要是全程都這麼吵 相信神也受不了 因此台灣業者也發出自己的專利 速度跟聲音幾乎可以合體共存 我們本身有做可控式滑門 開跟關可以控制它的聲浪 那自動是怎麼樣自動呢 低速的時候它本身扭力可以維持得更好 那個高速的時候也使這個扭力相對 不會喪失的那麼快 不只專業閥門讓排氣量可以自行調整 台灣廠商能在國外佔有一席之地 還靠著許多細節上的優勢 像材質當然一定要越清越好 甚至還加強隔熱效果 避免開太快而燒出問題 市場預估2017年之前超跑銷量 應該會有五成以上的增長 商機這麼大 台灣家人也會有一次遊戲囉